到了年长一点 总是想要知道自己的根 心啊 不可能离开会馆啊 我们不可能看我们的会馆的建设 我们的成就啊 会毁在一旦 我们对会馆的关心 不会间断的 不可能会停止的 永永远远 拿督斯里吴金华 第25届马来西亚新安会馆的总会长 也是马六甲新安天后宫主席 1996年起 他以36岁的年轻姿态 在林金树等前辈的引荐下 担任马六甲新安会馆主席 开启了六届领导会馆 长达12年之久 在吴金华的带领下 马六甲新安会馆正式进入发展期 稳健推进至今 扩建会馆 完善奖励金制度 推动华社文教活动 他坚定的信念和奉献精神 为会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领导风格一如既往 透明公正 以大公无私为准则 始终将同乡利益放在首位 与球场的落成 天后宫的扩建 婚姻注册服务的设立 以及新安福寿员的建成 无不体现了他对会晤发展的热忱 团长我应该是做了六年 六年之后 后来就非常荣幸得到一些前辈们的栽培 就直接跑去做会馆的会长 在那个年代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在做团长的时候 把整个精神就已经投入了 我们的建筑的工程 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几位老前辈认为 是我应该接位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出任了马六甲 新安会馆的会长 接任之后 的确是不容易 跟其他的一些老前辈比较 我们还是顺利比较前 可是我们的零金树先生 的确是非常有眼见 所以他认为应该直接 从青年团这里下手 所以在他的引导之下 在他的栽培 在他的支持之下 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每提起零金树 吴金华的眼中 总会泛起深情的光芒 零金树的影响 如同一首低沉悠长的旋律 久久萦绕在他的心间 挥之不去 每谈到动情处 吴金华会红其眼眶 陷入沉默 是对零金树的深切怀念 也是对那段 并肩奋斗岁月的无尽追忆 拿督零金树若物细无声 只根于他的心田 他用行动去传承这份精神 将零金树的慈爱与智慧 融入到会馆的服务与建设中 延续着这份珍贵的遗产 我们在搞这个会晤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到 如果达特林有在的话 他会那么多的高兴 这个是第一 如果达特林有在的话 他应该是很想看到 这些成就 这些成果 他所期望 而在他的年代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他达特林去世之后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二十年来 我们把非常多他的心愿 已经现实了 在我的这个一生中 可以说影响我非常的深 所以他看到如果同乡 在某一个领域能够成功的话 他会感到非常的高兴 在他的整个的里程中 我都陪伴了他差不多至少一半的这个里程 1980年就加入了马六甲行安会馆 我原来跟会馆的关系都已经蛮久了 从小学到中学都有到会馆奖励金 所以跟会馆是很熟悉的 毕业了之后 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加入了会馆这个大家庭 我一加入会馆之后 先进入青年团 各年提拔为青年团的财政 当年我青年团的团长是陈天才举身 现在已经是达特陈天才举身 我很庆幸当年我们的这个青年团 我们有一班跟我一样有活力 理想年轻人一起活动 我们有所谓的食党 不时都一起吃饭喝茶都好 我们所谈到的课题 部外都是有关系到我们会馆的一些活动 跟我们会馆的一些会 会不间断的 从来都没有间断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看我们都还有新的两项计划 我们都还是天天在讨论的 时常在讨论 当时年仅36岁的吴金华 从青年团团长成为马六甲心安会馆最年轻的会长 面对这一重任 他心中难免有些忐忑 年轻的他是否能够胜任这一重担 这是他心中的疑虑 的确是非常地担心 当这四位老前辈找我叫我出任会长的时候 是被我拒绝了 拒绝了一次 后来又再叫我从 我拒绝是因为我太年轻 我太过年轻 当然我在财务方面 在经验方面 我们上浅 算起来还是很浅 可是你说的没错 要怎样突破这个障碍 就是我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新加坡来的一个电话 就是吴建宗乡长 他就摇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 金华 你就把这个会长担起来 因为如果你不担任的话 由其他人担任都好了 会务方面 这个会馆的种种的工作 还是要由你去处理 因为那时候主要都是在 建设新的发展的这个阶段 所以很多都是我惊悚的 所以他就说 这个是第一 工作还是要由我去做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他说好我就一年给你五万元 给你做活动的这个费用 在种种的这个因素考虑之下 所以我才接受了大家的这番的好意 这些老前辈 还有一些商翁 主要我们有几位 当时有几位 成功的商翁的背后的支持 比方说吴建宗乡长 姚玉兹乡长 林登明乡长 我的三哥 吴京城乡长 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资助 当然还有我们几位 我们的会馆原来的老前辈 我所说的 刚才这些老前辈 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所以我才抖胆地把工作 接任了下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文化如长河 绵延不息 传统四明灯 照亮前路 自2012年担任马六甲 新安天后宫主席以来 吴京华与理事会秉持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精神 推动天后宫稳步发展 从1995年的扩建 到独立注册 天后宫逐渐焕发新生 天后宫供奉的天后妈祖 从梅州祖庙分林而来 配似三一教主 卓真人 大伯宫和济宫等神灵 展现了南洋华社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2014年秋季 吴京华主持的妈祖文化节 在马六甲新安天后宫 和新安会馆的共同努力下展开 历时一个月 活动丰富多彩 妈祖寻境游行庄严宿目 妈祖之光舞剧晚会 绚丽多姿 千人宴更是热闹非凡 这场全国首相 国内最盛大的妈祖文化节 是和中共祭 方能成就伟业的生动体现 2017年7月 妈祖下南洋 从走海思路盛会 再次展现了吴京华和理事会的 领导与担当 积极参与 齐心协力 共创辉煌 跟在故土 情戏丧子 在吴京华的带领下 同乡们一次次踏上寻根之旅 重温那深厚的文化源流 2015年 他率领70位新安会馆 和天后宫的乡亲 回到了福建莆田梅州岛 前程进乡 与祖庙展开了一场 信仰的心灵对话 2018年春天 他又组织团队再次返乡 延续着那份不灭的文化连接 2024年5月 吴京华再度率领90人的团队 踏上了回乡的路 文化的传承 如同一座座无形的桥梁 连接着过去 现在与未来 每一次的回乡之旅 都是为下一代播种 种下那传承 与发扬的希望之种 到了年长一点 总是想要知道自己的根 我们加入会馆 有一个同乡感 我们新化人 一路来我们非常重乡情 如果有一些做到好的一些成绩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满足 能够跟同乡 跟友好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搞活动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我们人类是一个群体群居的社群 吴京华儒雅绅士 举手投足间皆是大方与体面 他的情感内敛 不轻易外露 正如一杯温热的茶 平淡中自有身味 在采访中 他用简单的文字表达丰沛的情感 那份自然与潇洒 恰如一阵清风 浮过心间 无需多言 已然动人 我留家的风 教育深根据 假评词读书 给手在送我 心间如铁石 曾经的辉煌 清朝在续写 心安作灰击 更在马柳家 马独隐情书 心安置付你 心安静入海潮涌 青梁之光 朝阳 云爱露 马柳家 更新花 如梦 心手向前 攻创 辉煌篇 为香轻浮 为火煞作识 心安静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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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继